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重量级跨界大战 也是一场被外界认为毫无悬念的拳前游戏 因为身为挑战者的铁血纳干诺 要以拳击的规则面对重量级拳团第一人泰森富裕 尽管纳干诺在MMA领域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俗话说的好隔行如隔山 首次参加拳击比赛就面对该级别公论最强的世界拳王 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 再加上以往的跨界历史 那些综合格斗运动员在拳击的赛场都被揍屁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赛前的舆论风向也是一样 据调查统计超过了90%的人看好泰森富裕KO纳干诺 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泰森富裕细耍纳干诺十个规合 甚至一些资深的MMA全民也认为贴选纳干诺不可能击败泰森富裕 除非是摇中大奖实现一拳终结 赛前的整个国赛排率那也是相当的悬殊 所以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音乐走起 这是一场发生在中东沙特的重量级跨界大战 比赛开始之后 泰森富裕凭借着他风骚的走位 这个后手重拳也是连续命中 而纳干诺就显得有些生疏 短短的两个回合下来 让人们觉得这个纳干诺是别怕了 就是早就料到这样的画面了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第三回合的一个简单接触 哗就得选 铁血纳干诺击倒了泰森富裕 毫无疑问 这一幕的出现是震惊了所有人 铁血是摇中了大奖 撼动了泰森富裕 然后这个排队也得一下上来了 狂热的MMA粉丝也是哗哗一顿充值 因为十回合的比赛 这仅仅是第三回合 铁血是完全有机会第二次重创泰森富裕 之后的两人是你来我往场面比较胶着 虽然泰森富裕的重拳也有命中 但很明显他的力量根本打不动铁血 可以说纳干诺的表现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首场这些比赛面对顶尖拳王 虽说有的时候控制不住 也想来个断头台 如果没有剧本能打成这个样子 确实是了不起 在第八回合的这一波联系出出 把富裕原来是揍屁了 两人的比分一直咬得非常死 就是一个回合到两个回合的事 所以没有绝对性的优势非常的接近 在出拳的命中数据上也是半军对八两 泰森富裕打中了71 纳格诺打中了59 重拳命中纳格诺比富裕多了5拳 次拳富裕处于领先 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像赛前徐东所说的那样 你根本无法预测比赛结果 因为这样的跨界比赛 你不知道有没有剧本 不过有一点值得人们深思 泰森富裕实惠和争议点数击败纳格诺 博彩公司几乎是通杀 赚得盆满钵满 并且赛前泰森富裕就和乌西克达成了比赛协议 出场费订完合同以前 所以种种事件连接在一起 你细片